大家好,我是马祥宇,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客员,2018届清华毕业生。 我实名向苏州市纪委监委拒报,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驻欢, 在政府采购中,为标创标,虚设项目套取资金,利益输送, 向省委巡视组提供虚假材料一案。 据2023年3月13号,苏州市纪委监委正式受理, 已经过去一年零四个月,至今没有反馈。 我向苏州市纪委监委提供了大量的合同、票据、 询假记录单、通话录音、微信聊天记录、邮件账目等材料, 严谨地证明了助欢团伙在向普华永道咨询、 麦市会展等公司进行课题和会展服务采购时, 长期内定众标方,使用同一人名价公司、 关联公司、注册地址至相同公司为标, 直接指导企业串标、拆标、制作并向省委巡视组提供虚假材料等事实。 2019年,我通过人才引进来到苏州公寓园区工作, 完成了生物医疗全产业链制度创新、 融入虹桥北乡拓展带方案等重要工作成果, 直至2021年6月7号,无往直载降音, 我因拒绝参与助欢团伙在政府采购中的违规违法活动, 在此后的三年中遭到了长期报复, 我所有的主要成果工作成果被剥夺, 档案被秘密抹回, 在仅向纪委监委反应问题而没有信访记录的情况下, 被私动警权纳入了群房群控, 警方以我购买了烂尾房为由登门警告, 让我不要去南京北京, 而我从没购买过所谓的烂尾房。 今年2月29号, 助欢更是公然叫嚣, 再敢告就让公安机关用寻衅姿势收拾您。 在此, 我恳请大家关注这一事件, 恳请苏州纪检监察机关, 还基层公职人员一个依法履职的正常政治生态, 避免财政资金的进一步浪制。 谢谢大家。